在当今世界的军火体系中 法系一直是个奇葩且倔强的存在 从航空母舰到战机导弹 个性且独立的法国人总是自成一系 且占据着军火市场的重要一席 当西方坦克的形象被M1和鲍尔代言之时 高鲁雄姬们总是不屑地撅起嘴 咱家的宝贝也不会差 那法国人的这些自信到底有没有根据 本期军武咱就来看看 现代高鲁勇士的战车是怎样练成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法国制造的雷洛轻型坦克 就以创造性的全向旋转炮塔 引领了世界的潮流 然而二战的沦陷 连法系坦克错过了最激荡的变革期 大战后法国接受了很多德军遗留下来的装备 包括著名的虎王黑豹坦克 法军都有装备 而总是吃别人的剩饭 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将至1946年 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越南开始搞尸 法国人急需与装备自己的趁手坦克 首先 法国人开始仿制手头现有的黑豹坦克的75毫米主炮 但是对于坦克的其他部分 法国人想到了更节省的办法 就是小车扛大炮 然而不同于以往TD那种模式 法国人发明了形式的摇摆炮塔 这种炮塔分为上下脸部分 脸部分间有两个独立的沉轴支撑 主炮的抚养 由炮塔的上半部分完成 旋转则由下半部分负责 脸者之间由耳轴相连 上下脸部分之间的间隙通常理翻部覆盖 由于炮塔随主炮摇摆 其内部不需要预留火炮抚养的空间 因此大大减少了炮塔体积和重量 可以轻易安放在轻型底盘上 1952年AMX13出炉 早期的AMX13配备一门仿制黑炮的75毫米火炮 单价胜管缩短为50倍狗斤 单价式穿甲能力大打折扣 只能在500米距离内去穿8吨的前装甲 从1966年开始 这种坦克换装了有炮口支推器的90毫米火炮 后来更进一步安装了105毫米火炮 火力大胆提高 摇摆式炮塔的第二个特点是便于安装自动装弹机 苏联一般倾向于将弹仓放置于炮塔下方 以减少炮弹为命中的概率 但装弹时必须把炮弹提到炮塔上端 增加了装填时间 早期自动装弹机大多采用定角式装填 必须将火炮仰角调整至特定角度进行装填 这样就延长了再瞄准的时间 法国设计的自动装弹机安装在炮塔尾端 与火炮和上杂体是一体的 炮弹可直线推弹入膛 不用考虑火炮仰角的问题了 该炮有炮打后部的脸的古型弹仓弓弹 为个弹仓装有炮弹六发 炮手续摇动手柄将炮弹运上拖架 弹仓就像左轮手枪的转轮一样 转动为火炮弓弹 火炮发射后 空弹壳可进炮打后窗口自动抛出 由于此种设计AMX-13可在短时间 射出全部12发炮弹 几乎同时 AMX公司又推出了一款 同样采用摇摆式炮弹的重型弹壳 AMX-50 在行走装置上采用了同虎视一样的交错式负重轮 并搭载一门100毫米主炮 这年款坦克都被法国人寄予厚望 但最重AMX-50只不宜样车 AMX-13在使用者的眼里也是毁于参半 摇摆式炮弹要负很大责任 对于AMX-13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防护 不仅装甲薄弱 在上下炮塔的结合处仅有遮羞布做象征性的防护 狭小的炮塔也无法安装过多的观瞄设备 炮手和车掌仅有一具低倍率望眼镜 这极大的限制了它的作用 在面对冷战的T系列狂潮中 一款十几吨的小坦克注定意义不大 至于AMX-50上下炮塔的接缝处就是最脆弱的地方 最关键的是摇摆式炮塔四处漏气 在和声化条件下根本无法生存 这就注定了它的命运 法国人自己断送了AMX-50 原上美国送来的M46-47 但很光发现这也不是他们的菜 罗亚伦在冷战的背景下 欢迎被根 法国拉上了老对手德国 开启了欧洲联合坦克的研究 1961年 美国推出了首批样车 但实际上 美国对此更换轨胎 在美国的干预下 这计划以1963年 则造出几辆样车后搁浅 技术雄厚的德国 很快抛弃了这种联合坦克 开始生产鲍伊 以此薄弱的法国 将这种原型车 命名为AMX-30 并开始了修改之路 AMX-30采用一门自制的105毫米线糖炮 固执的法国人却执意采用破甲弹 因为法国战后的火爆技术 一直不过关 穿甲能力不足 选择破甲弹显然更合适 破甲弹的穿甲能力 不随射击距离的增大而削减 但一大难以克服的障碍 就是旋转 众所周知 破甲弹是依靠射流击穿装甲 炮弹的旋转 会使得射流带有角速度 在角速度的影响下 射流会因为异性力而分散 降低了破甲能力 但如果减小这种旋转 又会降低炮弹的稳定性 因此法国人在破甲弹外壳和战斗部之间 安装滚珠轴沉 炮弹出弹后 外壳依旧高速旋转 而战斗部却旋转缓慢 从而兼顾了稳定性和破甲威力 这种炮弹被法国人命名为畸形炮弹 炮弹的问题解决后 还要解决钢材问题 充满戏剧性的是 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 不是西方盟友 而是苏联 法国总统戴高乐 在1965年再次上台后 就一直致力于让法国重回一流大国 在他的领导下 法国开始逐步脱离北约 并与苏联保持着若姬若离的关系 苏联也偷逃暴离 从60年代开始 逐步向法国转让颠扎重容技术 法国终于在退出北约前夕 造出了合格的坦克炮 由于托尼的北约 法国需要独立承担防御任务 任对红色阵营的钢铁红牛 边打边撤 就是最好的选择 针对这种考虑 军方对AMX30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倒车速度应达到40公里每小时 有五个倒档 AMX30是一款注重机动性和火力的 经济实用性战车 其战斗权重仅为36吨 为保证火力和机动性 装甲只能压缩 AMX30炮塔正面装甲只有50毫米 设计师只能降低整车高度 与提高隐蔽性 从人高马大的M60和酋长不同 AMX30仅为2.29米高 与同时机坦克相比显得矮小 为满足这一要求 AMX30安装一台HS110平列式发动机 与传统微型发动机不同 平列式发动机活在横置 做水平运动 这种设计可有效降低整车高度 为了保证远距离开火 AMX30在防护和成本上做了不少让步 但其简陋的火控系统 又使得这一努力辅助动流 可以说量产型的AMX30B 是西方同时代坦克中 火控系统最简陋的一种 仅装备机械式计算装置 而同时代的M60系列坦克 也用上机电计算装置 计算速度也快得多 在许多专家看来 片面强调外形地矮 忽视防护是一种过分天真的幼稚 地矮设计原本便于坦克坐到远距离去杀 但实际上由于糟糕的火控根本做不到 即使做到 这种场景可能只存在于教科书当中 一旦陷入肉博即糟糕的防护就成了大问题 随着AMX30的成型 与之配合的步兵战车AMX VCR却日渐落后 法国人自1965年起开始设计一种替代产品 于1973年开始生产 定名为AMX10P AMX10P采用动力系统前置的方案 彻底后部布置成员 整车重量仅为14.5端 武器系统采用120毫米机关炮 在AMX10P的基础上 免化了轮式战车AMX10RC装备105毫米炮 使用破甲弹的情况下 可击穿350毫米垂直装甲 相较于AMX30落后的机械火控 AMX10RC采用机电式计算装置 可在4-5秒内完成计算 为适应夜战条件 AMX10RC采用红外夜市装置 可视距离达到4000米 在海湾战争中大占便宜 为节约研发成本 轮式的AMX10RC与履带式的AMX10P 采用同样的转向机构 即可脸侧车轮转速差 来达到转向的目的 为保证行驶件车体的稳定 AMX10RC采用油气式悬挂 这种悬挂最大的特点 是可对轮毂的高度进行调节 这样车辆在经过崎岖的路面时 驾驶员可通过调整轮毂高度和轮胎气压 保证炮塔的稳定 早到1977年 取代AMX30的新坦克已经开始研制 但直到1991年才开始频量生产 这和设计者的反复论证不无关系 从AMX13以来 马国坦克的设计思路 就是采用小炮塔 80年代 马国重新掀起了一波 采用顶制式炮塔的浪潮 想让顶制炮塔后会显出减轻战车的重量 但随之会带来机械结构复杂和战场检修不变的问题 因此法国的新坦克走回了炮塔式坦克的传统道路 1991年 新坦克开始交付会命名AMX56 勒克莱尔 用这位装甲猛将作为新坦克的代号 足以寄负着法国人美好的梦想 勒克莱尔装有一门52倍口径120毫米滑糖炮 是当时世界上背景比最大的坦克炮 可发射包括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在内的多种弹药 和其他西方坦克不同 勒克莱尔采用自动装弹机 22发炮弹分为脸排 安装于炮塔尾部 电动机将指定炮弹转至出舱位置 并送入炮围 炮塔与弹舱之间安装于防火墙 提高了成员的安全性 更重要的是勒克莱尔的尾部弹舱 距离炮位较近 缩短的反应时间 因此发射速度达12发每分钟 其火控系统采用指挥仪式 车掌可在火炮射程之外搜索目标 并将信息传递给炮手 据称勒克莱尔行进舰 首发命中率可达95% 勒克莱尔采用电力驱动破打旋转 虽然破打重量高达19吨 但依然可在9秒钟内旋转一周 在发动机方面 勒克莱尔采用一台8缸超压柴油机 在年千500转时 可输出1500马力的动力 超高压技术由法国率先应用 可用较少的气缸实现较大的马力 发动机还安装有涡轮增压 可有效提高加速度 战车仅为5.5秒 即可加速到32千米每小时 在防护上 勒克莱尔依旧延续着法国坦克 历来的低矮造型 车高仅2.5米 不过这个时代 各国的主战坦克都压扁了 复合装甲什么的 当然也是标配 然而勒克莱尔炮塔周围不规则的 附加装甲却是其一大特征 实际上 这些附加装甲是一个个杂物箱 中间的空隙 可以起到和鲍尔空心胸罩一样的作用 降低RPG等破甲弹 金属射流对主装甲的轻车力 2015年 阿联酋部队在野门 与胡塞武装的作战中 有三辆勒克莱尔先后被击中 但没有一辆被击毁 该车的防御力 算是得到了实战的检验 勒克莱尔大规模采用电子系统 以实现整车的信息化 车员可通过传感器 摇角战车各系统的状况 以及战场情况 不仅反应时间达到缩短 而且方便成员快速检测车类状况 便于修理不见故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 勒克莱尔也在寻求更进一步的机会 除在车体表面采用隐身涂料外 为强化超视剧打击了腻 法国还研发一种 射程约为7000米的 波尼尼格尔之导弹药 性能优异的勒克莱尔也造价不菲 80年代 勒克莱尔开始生产时 法国曾为此拨款350亿法郎 原计划装备1400辆 这样算起来的话 一辆勒克莱尔的造价 用点千点百万法郎 这样的价格恐怕谁都承受不起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威胁的消失 装备数量一减再减 至本世纪初 法军仅装备406辆勒克莱尔 到2025年恐怕要减少到240辆 其中179辆用于作战 其余用作备份和训练 这点数量实在是不够看 好在1993年阿联秋香法国 采购了388辆勒克莱尔 多少为勒克莱尔的军兽挽回了一点面子 现在的法军更加精干和冷战时期 拿着装备一千多辆坦克的大部队劈起来 只能说要尽工藏 法兰星坦克曾经开创定义了 现代坦克的主流形态 在之后的道路中 自己却有跑偏 成名于烈旗的非主流设计 即便后来回归正轨 现代的法系坦克身上 依然有一股不济与异类的气息 也许这就是当晚的高路勇士们 所独有的威力吧 大家好 我是军武吴欣雷 在大家看完法国的各种奇葩的坦克之后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我经常见 但是大家看起来面愁 却又从来没见过的法国坦克 ERC90 法语是ERC Gatwandis ERC90的意思是 90毫米炮的轮式机车 法语称为 它的第一辆原型车 于1977年开始装备军队 拥用一个90毫米的旋转炮塔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特点 后来法军还对它进行了改进 综上所述 ERC90是一款非常实用的装甲侦察车 当年我在非洲直行任务 关于欣雷在外籍冰堂的好搭档 更多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军武测语面 回复雷格 说款完整内容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法国战车 我们也会在微信推送里给大家呈现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古老且经典的FC游戏 赤色要塞 作为老一辈的玩家 当年玩这款游戏时 很容易联想到一部经典剧集 北飞沙漠行动 同样是开着小吉普 同样是开挂的主角 不过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要打的已经不单纯是二战德军了 游戏内有多个场景和不同类型的武器 每关的Boss也更有特色 当玩家打到游戏最终关时 会有一辆不明型号的苏系坦克登场 它的主炮发射粗肉长的激光 上面还有一点不停射的小机枪 当年我打这个Boss时 就用吉普的初级形态 躲在Boss坦克的射击死角上 按节奏去丢手榴弹 一直打了半个小时 才让坦克击回 最后要吐槽一点的是 尽量吉普不光弹药无限 而且旧战狐狮 它到底能塞多少人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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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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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